大清早 今天是礼拜二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活动 过来参见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活动是什么 这是一个古董市场 古董集市 叫SA 叫Sanbury Antiques Market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活动 据说每个月会有两次 这个是路口 这个是一个古董展的一个路口 一个古董市场 英国人喜欢这种老家具 这个市场早上六点多就开始人山人海 现在已经是八点多了 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 我们一块一起去里边看一看 看这个老椅子非常有特色 我们今天很荣幸请到了 资深古董专家 海外文物回流专家 Helen Helen今天是我们的导游 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Helen给我们简单讲讲吧 这个市场的特点是啥 这个市场在伦敦的西部 靠近机场的位置 然后它是每隔一周 也就是说每两周有一次 每两周就有一次 对对对对 这个市场 开的比较早 我之前曾经录过一个视频馆 它叫做英国的鬼市 英国的鬼市 因为它等于天不亮就开始了 是吧 Helen 你擅长的领域是瓷器 是明清瓷器是你的专长 是吧 你研究这个多少年了 20年 20年 对 你多大猜 你就研究20年了 很早就开始 是吧 因为喜欢这个是吧 对 这个我看什么都有 还有地毯是吧 任何国家都是 还有其中的 一些 有点像救货市场的感觉 对 银器是吧 前面 这个 你怎么定义个古董的 多少年 多少年就叫古董 一百年以上 100年以上叫古董 里边人还是很多 这里有两个室内 两个大室之外的 是吧 那这个玻璃杯都散了 是吧 有没有看到什么瓷器啊 你今天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里有一个康熙的瓶子 康熙的瓶子 那我们去看看 糟 糟 残了 你们古董界有一句话 叫什么什么不买老货财是吧 要宁买金蚕不买补权 宁买金蚕不买补权 啥意思 金蚕啥意思 是精品的 要好过很补的老货的权 明白明白 像这个都是日本的吧 这个很明显的日本风格 很明显的日本风格 这多少钱 还85万呢 我们去看看 你刚才说有乾隆是吧 这个盒子挺好 这个盒子 也日本的吗 这个应该是外国的 可能是法国的 做工还是蛮精致的 做工还是蛮精致的 跟中国那个百宝箱有点像 出装口有点像 它有跟很多 放到啥 香过 他们一般里面可能放 就那种game 就是那个 有点像我们来玩牌的那种小游戏 小游戏的游戏卡之类的是吧 对对对 或者有可能拿来放雪茄烟 哦放雪茄 像个女婿用的 我看这个多少钱 这个不便宜 475 对 这个是老的有年纪的 上面还有嵌螺垫 这个叫什么 嵌螺垫 对我们中国也有这种工艺 就是因为它这有七彩光嘛 所以它是用的那个鲍鱼的壳 或者是珍珠被的壳 这个是有说法的 很薄的 两到三毫米的薄片片 箱嵌上去 这属于全品吗 还可以 品箱还可以 品箱还可以是吧 475万小白样挺好 买回去给老婆当个书章台行 我们去看看那个乾隆 它这个及时有几个室内 两个是吧 两个 这个算是大的 还有一个很小的 这个看着不错 但是脖子那里整个就坏掉了 它补过是吧 可以拿过来看一眼 这个很明显的 外销的风格 然后上面画的这个花会有 那种中东的那种 外销词是吧 对对对 但它这个工艺还蛮好的 因为它是清花留白 清花留白比那种单纯的 清花溝的渲染要高档 因为它用的清量要比较多 然后绘画的要求会很高 就算是画得很细腻的 但很遗憾是 就是这个脖子这整个就断掉了 它修过 但修得也不怎么好 是吧 对就是那种很粗调的博物馆式的修复 这是民谣还是官谣 民谣吧 是民谣 底是一般的 底胎是很致密的 这个很排名 可惜了 如果这个脖子没有断大概是多少钱 如果这个全品的话是五位数的 五位数的 人民币 人民币五须 要那个2万到3万吧 全品的话 那它现在卖 产品它卖多少钱 全的 七百五十万 而且人家这个贪图还挺实诚 说里面是有伤的 七百五十万和七千块钱 对吧 国内能卖多少钱的这种产品 没人收是吧 对对对 有没有其他更好一点的 你觉得 今天市场就没有什么 因为这个市场它不是总有好东西 就是它处于有点干脖的性质 就是你不知道哪一场 哪天会有啥东西 对对对 但是这也是乐趣所在 就是你光市场的乐趣所在 对啊 就是你今天突然发现一个好东西 你就会很高兴 但是下一次来也许没有东西 但是就每天都会有惊喜 嗯这个是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这个东西是什么呀 这个好像是那个叫什么 戴帽 戴帽是干嘛的呀 戴帽是那个乌龟的 乌龟的那个壳 外壳 这做的一个什么呢 做的一个 什么盖子 这算是一个器物的盖子 嗯 但是这个雕工是还蛮不错的 这应该是广东的工艺 广东的工艺 对 广座的 雕工是很好的 但它就是属于残缺嘛 嗯 就是缺东西 单纯如果是买这个工的话 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我估计它这个也不会便宜 嗯嗯 嗯 要问一下 问一下 根本的贴多少钱 150 哇 这个150磅 150磅 还算行吧 就是我觉得这个150磅 还是值得这个工艺 这个工艺做的很细哈 对 值得这个工艺的价格 嗯 挺好 我们再往前面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的 这个和中国相关的 银器你熟吗 银器 银器其实比较好认识 如果是外国的银器 它都直接上面有标 你可以对得出来是哪一年 是吧 哪里出的 看这些银器 但银器不好保养哈 呃这边外国的银器很多 英国自己都会出产大量的银器 但是从 呃 晚清到民国时期 它又从中国有大量的进口的银器 那对银器的那个消耗量是蛮大 银的消耗 为什么鸦片战争对吧 这个就是为了 据说不就为了抢中国人的银子吗 对吧 还有没有什么值得看一看 那有几个瓶的要不要看看 这几个瓶的都是什么呀 这个这个罐的是什么呀 民国 thank you so much 洗字罐 洗字罐 但是这个就太粗糙了 这个应该是过去那个 嫁妆 陪嫁的 这种洗字罐 这个能看到年份吗 这个是晚清的 晚清 像一个店银罐子大概多少钱 罐子就蛮大约 1000人民币左右吧 1000人民币左右 你觉得他卖的卖多少钱 可以问问他 有的可能卖50英铺 Morning sir How are you Good morning Good I'm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ow much is the Forty Forty 40英铺 这没有盖子 Thank you 没有盖子 它应该是有盖子 但很多种盖子 缺了吗 对吧 没有盖子 这个锦泰兰怎么样 这是锦泰兰吗 对 锦泰兰是 窗废的 窗废的 窗废的窗废 但是也是 这个瓶项 瓶项不行了 做工还是 这里完全磕到了 磕过了 有伤是吧 Very nice Thank you buddy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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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